每年娱乐圈都有很多新演员出道 但说出名字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不认识 提起迪丽热巴这个小花旦的时候 相信认识的人就很多了 拥有着六千多万粉丝的高流量女星 平时基本上她的最新消息 都会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她是在2013年出演电视剧 阿纳尔汉进入娱乐圈 因为气质和演技都不错 因此迪丽热巴被杨幂这位 出道多年的当红女星的认可 直接轻易成为她旗下的艺人 有了杨幂的力捧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最终迪丽热巴评计电视剧 《克拉恋人》成功走红 迪丽热巴走红之后 她就开始片约不断 跟无数知名演员都有过合作 迪丽热巴出道至今参加的综艺节目 虽然很多 但是在今年前的几年里 成为常驻嘉宾的 貌似也只有在《奔跑吧》这档节目 《奔跑吧》在第五季的时候 安俊拉贝比因为生孩子 所以迪丽热巴就成为了常驻嘉宾 当时节目因为有迪丽热巴的加入 所以播出之后更述欢迎了 迪丽热巴在近日发布了一个新动态 她公布自己写过一个新身份 就是成为热播综艺节目 极限挑战中的常驻嘉宾 极限挑战比《奔跑吧》晚一年播出 但是热度却丝毫不出奔跑吧 今年节目更新的是第五季 但是第五季官宣录制之后 孙宏雷和黄博两个人因为工作冲突 所以不得不退出节目的录制 平时在节目中 孙宏雷都是以阎王自称 所以她退出之后也为节目整理